前面的视频发布以后 直接炸锅了 好多人有这么一个问题 红方当头胖 黑方上马 红方上马 黑方出局 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你选择巩族 为什么禁居过河是主流的布局 说我禁居巡河 凭啥就不行了 其实巡河局跟当头胖 它不匹配 咱们来聊一下 为啥这俩东西不匹配 说到中炮巡河局 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小故事 您知道赵欣欣赵特大 为什么从小特别喜欢下象棋 赵特是这么说的 说我小的时候 抱过一个班 下棋可厉害了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于是我就拿着象棋 拿着象棋去找隔壁大爷去了 隔壁大爷竟然是一个村官 下棋检视太高了 结果直接教他做人了 当时大爷是这么说的 你一个小孩找我下棋来 干脆让你先走吧 当时赵特持空先走 以当头炮开局 黑方跳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去 红方出去 黑方先挑一个组 红方进去巡河 经典的中炮巡河局 到底啥意思呢 你马族撞起来 我把你这兵撞掉 转一手棋 黑方选择了上马 那么红方往前一撞 黑方撞过来 红方再一撒 此时大爷笑出了声 当时隔壁大爷笑着跟小赵说 就你小孩毛还嫩 中炮哪有走巡河局的 所以当时黑方选择了一部退炮 以后准备平炮打局 当时小赵是想了又想 你平炮打局 我把局闪开 你炮击底下 我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赶紧选择了一部套炮 黑方平炮打局 红方把局闪开 是万万没想到 黑方愣是往前冲了一部足 当时赵特里琢磨 您这足没有根 凭啥白给我吃 所以顺势把足以吃 黑方向其敬为非 你这马没有根 我肯定得吃你 当红方把马吃掉的一瞬间 黑方马跳窝心 红方一下子就懵逼了 一边踩着局 一边炮击底下 二者是必得其一 红方没辙 一不做二不休 再砍你一个再说 好像人个一军换二 当时黑方炮击底下给将军 红方还是麻爪的状态 首先你捕士不行 人家打局是带将军的 那自己俩局可都没了 所以硬着头皮上老件 黑方顺势把局一吃 以后陈局将军死齐了 这边还打着局呢 所以一下自己丢了双局 直接就头子认输了 咱们把话说白了呀 就是您老爷子的巡河局啊 他没有针对性啊 现在身为黑方来说 不能走的一招期是什么呀 就是冲起自己的两头蛇 这不是些好比喻什么呢 就是上门送大米啊 两头蛇相当的怕巡河局 此时红方往前一冲 您说黑方怎么办呀 你不冲我冲你啊 那黑方往前一冲 红方顺势一杀 咱们看看红方走了几招期呢 光居就走了三步期 上马一招期 中炮一招期 走了五步期 而黑方现在就走了三步期啊 一步期 两步期 三步期 很显然红方扩先了 这么走啊 黑方复合适 咱们了解了基本的起理啊 就知道这步期该走什么了 并不是照葫芦画瓢啊 其实现在黑方特别想走一步 什么起呢 我想平炮对局啊 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红方把鞠一吃 黑方往回踩 自己的中足谁看着呢 人家上来捂一个大空头炮 肯定受不了 所以现在黑方当务之急干什么呀 赶紧补起自己的屏风马 那么红方往前一冲 黑方浸泡巡河 准备以后上马打局 你这破巡河局跟这干啥来了 就是一挨揍的脑袋呀 比如说红方上马 那么黑方上马打局 红方把局闪开 黑方向三进入一飞 说人家的巡河局也有作用啊 可以把这个兵给碰了 导致自己的三路马 以后活跃呀 那比如说红方往前一冲 黑方顺势一撞 红方再一杀 此时黑方可有一个妙手 把炮往过一平 准备反击你的三路线 以后双炮打局肯定受不了 所以这手起啊 帮着黑方走齐了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 大半崖崖你别管我嘛 我们这个局啊 跟着呆得好好的 坚决不动话 绝不一死都动 其实您这个局啊 跟着呆着 说白了呀 是两步局 一步棋 两步棋 就可以到达的位置 您呢 现在已经走了三步棋了 一步棋 两步棋 三步棋 已经被黑方利用一步棋了 比如说现在红方平胖 那么黑方出去 你红方出去 黑方顺势往上一踩 问题再次招过了红方 首先你上马肯定是不行的 比如说现在红方上马 那么黑方往上一踩 然后呢 撕线千牛 这俩哥们以后肯定不舒服 所以现在上马肯定不行 红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以后人家平炮也受不了啊 三路线立刻就收工 以后马踩中胖 这个马谁管啊 所以现在红方多数都会选择什么啊 我把局平过来不是挺好吗 拉住你的五根局胖 那黑方退马 又是先手打局 这个局啊 你还得给人家闪开 那么黑方平胖 还是进攻你的三路线 当时红方肯定头都大了 我马跳窝心不舒服啊 你黑方往上一踩 三子归边了 那时候我现在上马怎么样啊 黑方可有一个厉害的棋 直接啊 把足卖给你吃 一边拱着局 一边拱着马呢 当你红方吃掉以后 黑方平胖 双炮打局是四子归边啊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必败 细细的人啊 已经发现了 刚才红方别扭在哪了呀 就是自己的三路马没有根 假如说红方走一个五流炮 给我的三路马生一个铁根 我是不是就不怕你反击了呢 咱们带着这个问题 开始新的一番集 说我红方禁区巡河 那么黑方补平封马 红方往前一冲 黑方进跑巡河 准备以后上马打局 那红方五流炮 这回我三路马铁了 我看你怎么办 黑方上马打局 红方闪开 黑方向其进步 补后自己的中路 反正中路补一手 那红方上马 黑方出局 红方出局 现在轮到黑方走齐了 我就要干你的三路线呀 所以直接上马一踩 其实现在还是刚才那个事 现在你红方上马不合适 黑方总是有丝线牵牛的可能 但是现在走 比如说现在走 你红方有退居猪马 解扣的可能性 所以我先不牵你呢 我先马踩中胖 当你飞掉以后 我再走丝线牵牛 你这俩哥们肯定不舒服啊 所以这个盘面 红方不能接受 咱们把话说明白了 其实红方的巡河局相当于什么呢 红方走完了巡河局以后 自己的攻防就一手了 你只能看着黑方反击 你红方没有丝毫的办法 现在红方进入死循环 说现在我平局给你叼住行不行啊 还是刚才那个事啊 黑方退马打局 你红方把局闪开 黑方平胖 以后还是准备上马呀 骚扰你的三路线 现在红方肯定就会想 我傻呀 刚才拉住你的无根局胖 现在我在拉住你的无根局马 不是挺好的吗 我看你怎么反击我的三路线 那黑方往前一冲 拱你的局必须得管 所以红方没辙只能杀过来 黑方把炮一平 很显然红方的三路线 立刻就被打穿了 这么早的话依然不行啊 说一千到一万 红方走完了巡河局以后啊 确实他的阵型就不好调整了 比如说红方进局巡河 那黑方走什么呀 我他本身是平炮呗 吊住你的三路线 比如说红方上马 那么黑方选择不是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其实啊 自己还有阵型弱点呢 你现在乱走肯定不行 比如说红方马踩中足 准备中路的攻势 那黑方往上一踩 红方炮击中马 黑方平炮将军 把你小军这个抽了呀 所以红方还有阵型弱点 没解决呢 这个旗啊 红方确实是不好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布局的发展 红方走巡河局啊 是越来越少了 上来就挨揍谁干呀 点关注不迷路 咱们下期视频啊 更精彩 咱们下期视频啊 小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